其實我們也稱讚徐若瑄 她一直都很養生 她有很好的運動的習慣 注重飲食營養跟均衡這樣子 這不是壞事情 不過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 就是說同樣也是單親媽媽 你比徐若瑄再年輕一點 勉強 這個也帶兩個小孩 我跟他差不多歲 也帶兩個小孩 那大家都知道 你在上節目的時候看起來也很淡然 不過你會不會也有負面的情緒 在帶小孩的時候 我常常啊 但我覺得發生負面的情緒 是因為我們的條件跟環境 還有就是條件是自身條件 那環境都不是最最好的 最最理想 所以產生負面的想法很正常 就是說我腦內的荷爾蒙 只會讓我產生正面的情緒 我還會覺得我是個怪人 就是我已經就是練習到 就是說我接受說 就你在下雨天你一定要說出太陽了 這不可能嘛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那麼 我自己會覺得如果我遇到打擊 我還要笑 我會覺得我變態 就我會覺得我應該是要順應 就是說你今天不太可能 就是說你下雨天你覺得心情不好 是很正常 但是我下雨天 我出去搭捷運下大雨的時候 為什麼別人有車子坐 我要搭捷運的時候 我會看我腳底的雨鞋 我很開心 你不要這樣想 人家正面 你坐的是有司機的 哈哈哈哈 就是所以我意思是說 而且是大車耶 我意思是說你一定會遇到 討厭的事情 但是我也認可他就是討厭 我也討厭下雨天 但是我會馬上想說 真好我有雨傘 我有雨鞋 我還蠻喜歡我的雨鞋 那所以我這樣就可以度過 但是我其實很不喜歡 就是身為單親媽媽 其實我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 為母則強 我再猜的話 就是說 你不要想過說 我這兩個孩子這麼小 他們都苦過 你如果得癌 還是生大病怎麼辦 我每天都這樣想 每天 但是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真的生病就是 因為我們的職業剛好是醫師 我會覺得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大家都講說 徐若瑾運動得很好 然後也很養生 然後又這麼正向 為什麼他還會得癌症 可是大家知道嗎 我當醫學生的時候是 算公元2000年好了 我們那個年代教我們是 四個人裡面有一個癌症 可是現在的話 是兩個人一個癌症 更高了 所以換句話說 你周圍 比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算六個人好了 你覺得有三個人很自律嗎 我跟郵律師就感覺不自律 那所以這個比例問題 所以其實癌症的比例 本來就會高於你自律 跟你有沒有注重營養健康 比例就在那 你自律跟注重營養 注重健康的人 還相對很低呢 所以換言之 我覺得我們都不能否 至少我啦 我就不能否認說 我將來一定就是有 生病啊 得癌的一天 所以每天都在想說 對我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啊 那如果我得癌怎麼辦啊 就是第一個先確認說 他是哪一種癌症啊 如果假裝性癌 我們就開心啊 如果卵巢癌就要寫遺囑啊 就是這樣子分別嘛 你就是得到這個問題 然後就處理他 然後面對他 然後對小孩我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是單 負面情緒來的時候 會 會怎麼發洩 或怎麼排解 老實講 我很 我很快會排解掉 我其實常常會有負面情緒啊 比如說就是會有人到粉專嗆我啊 或者是說 因為我們人為言親發表一個觀念 只是意見而已 人家就是要來網爆啊 就是就鋪天慢地的 就覺得你不對啊 根本 因為我們就是人為言親 所以人家不會去想說 我們講這句後面是 有怎麼樣的背景啊 什麼 我們常常會被誤解 所以常常會被網爆 然後也常常會被謾罵 那可是我自己就覺得說 第一個 要面對這些負面的事說 第一個你了解他 你為什麼會負面 這些人 他本來就是負面的 你要希望他講出什麼正面的話 他的人生也很痛苦啊 那你的負面情緒 除了網友之外還有什麼嗎 就是說帶來的負面情緒 除了網友之外 還有那個官司也會嗎 官司的負面情緒 我個人已經進化的比較好了 我甚至看我 進化還是進化 進化 Evolution 進化 我自己的粉專會有 我自己不是粉專 就是個人的FB 我看有時候也會蠻好笑的 但是那就是我 我分享真實心情的 我竟然有一天的分享是說 今天的庭長也蠻帥的 那你就碰到 如果這個游律師去當庭長 那你心情就好一點了 就是你只能 我的意思說 我就知道說 我也會苦中作樂 我不是只有看到說 真的很煩 然後我就有壓力 我想說 這個今天這個 現在的女法官也都蠻打扮的 然後今天庭長也蠻帥的 然後我這法院也是有冷氣的 我竟然進展到這麼好 我覺得你好像原事物語的 寺部 每天在寫心情一樣 不是因為你以前看過 包青天的連續劇嘛 那你就想說 與其我在那邊 擊鼓民淵 我現在還有個位置 好像麥克風 現在法院是麥克風 你還不用扯著喉嚨講 就輕輕的慢慢的講 嗯 不過同樣問題也請教文婉 你也一樣 就是說年紀相仿 那你也是單親媽媽 帶了一個小孩這樣 那你會有那種擔心嗎 那時候 你現在小孩大 對 他煩惱說 你如果打扮要怎麼做 還是對 我到現在也是很擔心 為什麼 所以我在 應該 小孩大了 沒有 我說我 我還是擔心 有什麼狀況已經OK了 沒有 就是相依為命 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是命運共同體 所以以前應該這樣講 因為剛剛聽黃醫師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就 包括那個Vivian 我們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都太驚訝了 那我覺得更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像我是長時間 比方說在銀光幕前工作 我不知道鄭大哥有沒有 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說 你明明可能 昨天 可能跟誰吵了架 然後或者是 哪邊的事情不處理 不遲好 你心情其實是很糟的 但是或者是 才要上節目的前一個小時 你才哭過 我曾經有這樣子的經驗 但是呢 可是那個節目又很歡樂的 對 然後節目又很歡樂的 然後還有 他可能 然後你一上去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你必須要把自己整 大概很快的速度 比方說 十分鐘之內 你要把自己沉澱下來 因為你馬上要進到化妝間 你看到的是化妝師 主持人 然後看到的是氣質 要跟他開始哈啦 哈啦 然後你要開始 讓自己眼睛不要浮腫 所以你情緒不能有波動 因為你一波動 你眼淚可能 下一秒就潰堤了 所以你要把自己撐 你知道那個力量要多大 那心裡的力量 真的是沒有辦法形容 所以以前我常常 都是過這樣的日子 所以看 你就要好端端的 然後開始 要重訓你的工作 可是我後來才知道說 有很多的觀眾 反饋給我是說 你以前很薄味 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女生 不快樂 不快樂 然後看起來 憂愁 不知道在煩惱什麼 其實我們都覺得 我們撐得很好 老實講旁邊的人 都看得出來 所以剛剛這個是一個 我講得到是 觀眾是最聰明的 眼睛是最亮的 對 他都感覺到 你今天狀態好像不好 那你都覺得說 我撐得很好 然後這是一個 你現在是什麼面 我現在應該是春風萬面 因為我們的觀眾 現在的觀眾都對我們差不多 20年很多 很多 所以 大家都覺得說 你以前 哪對30年來開始花獎牌 真的 牡蜜人 怎麼這麼久沒錢 他都如數加針 我們的思念 諸如此類的 所以我們的狀態 他們很清楚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有時候我常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唯一最害怕的是 其他的病痛 比如說胃痛 肚子痛 還是說腰 任何的感冒都沒關係 唯一讓我的喉嚨 是好的就好 所以我覺得 許若瑄的心情 我很理解 就是說 我最怕的是 我講不出話 我沒有辦法講話 我咳嗽 因為這是我身材工具 那你在單親 帶小孩的過程裡面 有得過什麼 比較大的病嗎 老實講 我有一個毛病 就是我沒有勇氣 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簡單講 你沒有勇氣 你怕面對現實 我怕面對 所以許若瑄講說 我們要樂觀 我們要面對 可是我老實講 我單親 我單親我一個最害怕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 我不知道都好好的 我就很樂觀 每天我就是想著 把孩子拉拔大 把孩子拉拔大 一天過一天 然後看到他越來越大 我就很欣慰 我如果有一天 比方我這樣講 我每年做健康檢查 我到四十五歲那一年 我突然發現 我厲害 像以我這個 我可能會整個崩潰 我連工作的力氣都沒了 好不好 所以我去許若瑄是一個 不知道好好的 對 這個 不知道好好的 再請教黃醫師 你覺得婚變跟病變 有沒有關係 老實講 我自己會覺得有 有啊 就好像其實有一種 就是不是 你就沒有資格講 還笑 就好像是說 一種不是醫學上的說法 但是很多 聽到一般外科醫師跟我分享的 就是他們做乳癌的病人很多 其實他們老公是有外遇的 就是那一種壓力 我相信會造成病變 只是因為壓力源很多 沒有辦法很容易在醫學上 做一個 evidence based 的呈現 就是證據醫學就很難 但我相信是有的 像我自己的話 我一開始在娃娃上面分享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離婚的相關的時候 就有認識我的學長 以前也都很要好很熟悉 他就 可是很多年沒有聯絡 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來跟我主動聯繫說 學妹 你如果這樣離婚的話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趕快做身體健康檢查 要注意身體的變化 因為學長他自己就是這樣 他覺得離婚 不要以為 離婚就對女生有壓力 對男生也是很大的壓力 他也要花心思去請律師 然後花心思打這個 這個抚養權的官司 然後男生壓力也很大 然後他說他就是因為 離婚之後 然後所以就得到一個 罕見的癌症 然後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治療 這個很難說 那是跟離婚有關係 不過也有關係 也有可能有關係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